你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四个小朋友 你们觉得是谁打碎了花瓶 A还是B还是C还是D 你心里是不是有答案了 好 选好答案在评论区写下来 这是一个经典的投射测试 测的是你平时的沟通模式 如果选A的就用手指别人的 那这种人在遇到矛盾以后 经常的沟通模式 大概率会是指责型的 这种内心的人会选择第一时间 把责任推给别人 都怪谁谁谁 这种想法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而且他们还会用 就算自己有错 难道别人没有错吗 的这样的方式来推卸责任 那选B的呢 正在哭的这个小女孩的 属于讨好性的 遇到矛盾过后 这种人第一时间 会陷入自我反思当中 就像图片当中大哭的小女孩 她是因为泪咎而哭 这种沟通模式的人 会尝试将问题归结在自己身上 然后通过自己宣泄情绪等方式 把别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 从而让矛盾消除 但是这样一方面 会逐渐增加自己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会让对方感到不适 表面是讨好了其他人 其实是买下了更深的隐患 选C的呢 两个手插兜的男孩这种人 属于回避型的 这类人会倾向于将自己 置身于室外 事情与自己没有关系 无论跟谁有关系 反正跟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种沟通模式 是倾向于将自己完全置身室外 这样的处理方式 会给其他人一种不负责任的印象 选择最后一个男孩 就属于超理智行的 这种人在面对矛盾的时候 会非常客观的冷静的来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是就事论事 无论责任是不是在自己 他都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 但是这样的人 很容易忽略周围的人的情感 特别是在夫妻双方矛盾的时候 他无法共情另外一半 会让伴侣感觉到很冷漠 这个人特别需要学会 在情感上解决一些矛盾